台东大学公共与文化事务学系有六位女同学 她们参加了昆山科技大学举办的商业创意竞赛 她们从友善流浪猫狗的观点出发 打算毕业之后要开设宠物食堂 而这个提案在竞赛当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就是因为关心学校里的浪浪 台东大学公共与文化事业学系六位女学生 就从这里开始发想 如果能够开设一家宠物餐厅 让主人和宠物可以一起用餐 店面里面还可以照顾流浪动物 应该能够获得大众的认同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们团队的成员可以去考多元方面的征照 因为我们有说过 如果真的要开店的话 我们是希望大家各司其职去考相关征照 我们在开店前都会去接受猫狗专业的训练 就是专业训练 我们会去学习 这是我们开店前就要准备的 所以你已经想到这个 对 因为我们店内原本就要收留 有让毛狗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先学会怎么管理他们 用爱关怀的出发点和别人不一样 这个创意提案当场获得昆山科技大学评审的青睐 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绩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对宠物有这种情感 所以在他们设计这件事情跟汪庙食堂的整个规划的过程 他们是真心想要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那这个真心会让他们有热情 这个热情会让他们的东西更感动人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那一天的裁判所给予他们的建议 我都觉得这些裁判是真心想说 如果你们真的要做这件事情 你们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做什么 所以他其实帮他们设想的更大 当然现实和理想毕竟会有落差 还在就学的学生还没开始工作赚钱 光是去哪里找资金就让他们摸不着头绪 好在就业单位已经开始给他们建议 未来我们劳动部的部分 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微型创业凤凰贷款的一个计划 那就是可以让这些新创 尤其对于女性的这样子一个新创者 那我们会予以辅导 那尤其是他们可以在提送创业计划书的时候 那我们会安排创业的顾问 对于计划书的一些修正 那修正之后之后呢 那我们就是他可以去找银行来做贷款 那就会看他的计划的财务的规划 以及他的前瞻性 那我们最高的额固可以贷款到一百万 直接开始执行 第一步就是先找大家来 就是我们 我觉得不要少其中一个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这个计划 店内有排一二楼的用餐空间 然后在二楼的时候 是客人 顾客与宠物是分开的 然后让他们有个一个 比较安静的用餐的环境 那在一楼是客人会跟宠物 就是坐在一起吃饭 从三十多只竞赛队伍当中 驮颖而出 六位女大生的创意的确得到肯定 理想能不能够化为现实 其实也挑战他们的智慧和抗压性 据角赖永诚 北南乡报道